先前我们报道过最近一系列不明原因的肝炎病例出现在世界各国 患者年龄从一个月到16岁不等 并且尤其是10岁以下的儿童往往会病得更为严重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美国出现了首例儿童肝炎死亡病例 全美目前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至20多例 谁知祸不单行 一项来自德国的最新临床研究发现 辉瑞Diotech联合开发的新冠mRNA疫苗 可能引发一种罕见的以T细胞为借导的自身免疫性肝炎 那么这个自身免疫性肝炎和专门攻击小孩的神秘肝炎有关系吗 我们还要继续接种新冠疫苗吗 上周四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到目前为止已有16个国家报告了约170例病例 高于两周前英国的74例 这些病例中有10%非常严重 以至于儿童需要进行肝炎病例 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 美国国内至少已经有阿拉巴马州 特拉华州 伊利诺伊州 纽约州 北卡罗南亚州和威斯康星州 报告了超过20例儿童肝炎病例 其中至少有4名儿童需要进行肝炎病例 并有一名儿童已经死亡 按照以往的经验 肝炎通常是由感染引起的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因为德国科学家们发现 全世界人都在接种的辉瑞新冠疫苗 竟然也有可能引发自身免疫性肝炎 所谓自身免疫肝炎 是由自身免疫反应介绍的 慢性进行性肝脏炎症性疾病 其临床特征为 不同程度的血清转暗霉升高 高伽玛球蛋白血症 自身抗体阳性 组织学特征为 以淋巴细胞 僵细胞 浅润为主的界面性肝炎 严重病症 可快速进展为肝硬化和肝衰竭 以上研究被刊发于 肝病领域国际权威期刊 肝病学杂志上 作者单位包括 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院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医学院病理研究院 德国癌症协会等 肝病学杂志 2021年影响因子为25.083 是胃肝肝病领域排名第一的 全数期刊 所以这次的研究结果 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权威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项临床研究的具体过程 首先引起德国科学家注意的 是一名52岁的男性 他在接种两剂辉瑞 mRNA疫苗出现的极性肝炎的双峰发作 也就是说两次接种后均发作 他在接种第一针 辉瑞mRNA疫苗10天后出现黄胆 肝功能检查显示为 极性混合性肝细胞 胆质预结性肝炎 接种25天 患者住院接受治疗 第一次接种41天后 患者接种了第二针 BNT162B2疫苗 第二次接种后20天 患者出现疲劳恶心等症状 实验室检测表明 其出现极性混合性肝炎复发 在第二次接种后26天 患者被转至三级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那到底是什么引发了 这位健康男性突患肝炎呢 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了血清学 聚合酶炼反应测试 排除了甲型 乙型 乙型 或某型肝炎病毒 聚细胞病毒和 Epstein-Barr病毒感染的可能 自身免疫血清学检测显示 患者有轻度高球蛋白血症 抗核抗体 抗线粒体M2抗体 和抗平滑肌抗体 呈临界阳性 而LKM抗体检测为阴性 随后 研究者对患者进行肝脏组织活解 发现患者的肝炎 有中度淋巴将细胞紧润 和小叶坏死的雕王造 于是研究者确信 这名52岁患者的病症 与自身免疫性肝炎表现存在一致 患者接受每天9毫克 布蒂奈德的治疗后出现豪转 但是患者在接受治疗39天后又复发了 研究者表示 是由于布蒂奈德激素治疗减量后 导致的肝炎复发 此外 研究人员还在患者的肝脏组织中 发现了T细胞和B08细胞 虚式细胞 粒细胞和僵细胞的寝润 研究者表示 对照未患病者的肝脏组织 他们观察到证明52岁患者 肝脏内免疫细胞增加了5.3倍 研究认为 从机制上讲 证明52岁的患者症状不同于典型的 自发性免疫性肝炎 或者通常与外周免疫球蛋白升高 僵细胞为主的寝润和突出的 介面性肝炎有关 在这一临床案例中 虽然外周免疫球蛋白和肝内B细胞 和僵细胞的肝内负极略有身高 但在细胞毒性T细胞的水平上 观察到更显著的相关性 包括新冠疫苗引发的 新冠病毒S特异性反应活化的 细胞毒性T细胞 在患者肝脏中高度负极 以至于他们成为了患者肝内 最为负极的免疫细胞群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新冠S特异性T细胞的 外周激活状态 与肝炎严重程度 和引入免疫抑制治疗后的 临床病程相关 研究团队认为 接种BNT162B2疫苗 可能通过引发的细胞免疫机制 引起免疫戒脑的肝炎 说了这么多 那接下来我们还能放心地 接种mRNA疫苗吗 毕竟这几天的新冠确诊病例 又有抬头之势 目前 欧洲药品管理局EMA 近期对最新上传的疫苗数据 进行了一番审查 得出了一个 无需采取具体行动的结论 也就是说 大家依旧可以放心接种 因为发生这种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情况非常少 所以无需采取具体行动 而前文提到的 在儿童中广泛流传的 不明原因的神秘肝炎 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 与新冠疫苗有关 因为要知道 很多年幼的患病者 压根就不符合 接种疫苗的年龄 所以也根本就未接种过 任何新冠疫苗 最近几年 人类的生存真的很难 不是肺部感染 就是肝脏遭殃 感问什么时候 才能过岁月静好的日子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